出席2019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及思路投资大会的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 9月7日在福建厦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华南美国商会支持美中双方通过友好、富有建设性且目的明确地持续双向对话 解决双边贸易问题 我认为他们要有关关系的设计划 是因此各方面的设计要不需要设计划 那些设计划是因此各方面的设计划 但尽管如今的设计划是正确的对话 而是因此而言之的,我认为是在古代的设计划 我们设定在未来的设计划 我认为是否也会在这一天的设计划 这是为何我们在此制度的设计划 华南美国商会是一个旨在促进美中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五党派非盈利性商业机构 由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全国商会批准于1995年成立代表旗下的2300多家企业及个人会员 当天华南美国商会2019下架会代表团在厦门国际会长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哈利指出美中两国需协同发展实现共赢 互相对美国商会更加希望的一切更多 更多的论谈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的 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论谈 所有分别都会设定 而未来会很明显 这就是很多购物 很多资金资金 很多空间的合作 所以美国的未来会是明显 因为我相信未来会设定 而未来会会设定 記者了解到,今年已是華南美國商會第17次主團來廈門參會。此次代表團由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里·塞亞丁率領。其成員包括來自蘋果、德勤、霍尼維爾、強森、斃馬威、耐克等跨國企業的高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